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位于六村谱的东鹤村 在我深化这里是聚集里有很多的村民 他们告诉我们说呢 前天下午他们在村子里面打紧的时候呢 是发现了一个摸上去肉糊糊又像植物的东西 那么就连村子上了年纪的八十多岁的老大爷爷告诉我们说 他们也是从来没有见过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去上前看一看 到底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 朋友就帮忙的老公子 帮有八十米 忙出来一个这肉糊糊的 不知道这啥又鼻子又黏 我们现在通过镜头呢 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啊 长得非常像一个菌类 那这个两边呢 都是有这个蘑菇头的形状 上面呢是有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像嘴巴的东西 而下方呢则是一个小孔 是直接通透的 摸上去啊是非常的光滑 感觉非常像一个肉类 那我们用尺子呢也大概量了一下 这个东西的身长呢 也大概就在十九公分左右 刚才来的比年龙大几 有八十多岁的 从来都没见过这 上我查了以后 这叫太岁嘛 何先生告诉我们说 他在网上呢是查看了相关的信息 发现太岁这个东西呢 在民间呢是俗称肉灵芝 而我们呢也是在网上呢 也是查阅了相关的信息 发现这个肉灵芝呢 之前在我国的多个城市呢 是已经被发现过 而同时呢这个东西呢 比较适合在我们陕西的 秦岭山脉是成长的 由于它这个生长的环境特殊 一般的都是深埋在底下 那么很难的被人们发现的 而同时呢我们了解到 这个肉灵芝呢 在网上也是有很多的说法 有人传说啊 秦始皇当时啊 要寻找这个长生不老的药 发现这个肉灵芝呢 就是这个药材的其中之一 还有人说啊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 记载药类当中啊 这个肉灵芝呢 也是其中的之一 何先生表示呢 今天是周末 他先暂时的将这个摸上去 肉糊糊又像植物东西啊 搁置到家里 明天呢会和我们的记者 一起去寻找这个植物学家 来对这个东西呢 做出一个科学的见证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 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继续收看我们的 西安林聚迪 林聚迪记者端清晏凤